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期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记者采访 邓炳强介绍香港国安法颁布以来 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 香港已经实现由乱到治 他表示虽然香港社会已恢复稳定 但风险依然存在 有几个最主要的风险 第一个就是本土恐怖主义 第一个是在2019年之前 在香港可以说是没有的 这个包括一些布朗式的个人 针对于反社会的行为 而产生了一些破坏行为 或者是袭击的行为 第二个就是一些小组形式的恐怖小组 包括就是要寄作一些报价品 在公众交通的地方放炸弹一类的 第二个就是一些外部势力 包括他们在本地的一些代理人 他们就是利用人对抗的方法去影响我们香港的稳定 从而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那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是要去防范的 邓炳强表示保安局将从各方面努力防范风险 维护国家安全 第一个就是情报的把握这个方面是很重要 另外就是一个执法的问题 就是要严正执法 我们有政治证明有人违反这个公安法 或者是其他法律 危害国家安全的话 我们肯定要执法 那另外就是23条这个理法呢 这个是要保充我们公安法 一些不能包含的情况 另外还有就是网络安全法 这个也是要确保我们一些基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不受的影响 那另外就是要培养我们香港市民的一个爱国的医师 还有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医师 那另外呢 我们透过2021年这个电影检查受定条例呢 和更生的一个有关于电影检查的一些职人 就是要把国家安全呢 就放进去这个电影检查的一个考虑当中 那就是我们透过各方面呢 一个方法去要进一步呢 就是保障我们这个国家安全 要确保呢 2019年事情的不会再发生 在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 有关立法工作中 保安局承担着重要任务 邓炳强介绍 相关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希望能够尽快立法 以帮助应对未来可能涉及的国家安全风险 这个建立23条区的就是这个 我们现期的责任人外呢 也是有一个事迹的一个需要 2003年到现在呢 发生了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 我们要针对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要参考了 我们国家的一些整体的法律 还有就是一些外国一些相关的法律 在参考这个2019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这个法律能不能进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将来一些国家安全的挑战呢 我们都在这个研究这个工作 我们呢肯定全力以赴 希望呢就是为这个二三的精快的立法 能令我们香港呢 应对现在或者是未来的一些国家安全的挑战 作为国际化城市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背靠祖国 面对全世界 邓炳强表示 香港便利的人流物流 不可避免地吸引了一些别有所图 甚至违法犯法之人前来 特区政府在打击跨境犯罪方面 将持续采取措施 那我们呢在国际方面呢 就合作在打击上关的犯案方面呢 是很工作很重很多 在首先就是在情报这个方面 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同不同的国家的一些 执法机扣一些上边或者是多边的协议 去打击这个犯罪 那另外呢就是说透过这个国际刑警这个渠道 也是一个呢我们打击的这个跨境犯罪的一些重要的方法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同我们自己的国家 还有就是一些外国一些的计划机扣呢 进行一些联合的打击罪案的行动 比方说我们之前有很多成功的个案 就是打击这个电信诈骗 可能就是他们这个电话中心是在外国 还有一些在一个部分的在内地受骗的人在香港 那我们呢都是从一个联合行动进行一个执法的行动 不要成为这一些违法的人在香港进行这个违法的行为的一个逼迫港